一個就是金融的快速發展 整個世界由七十年代開始 金融發展得很快 這個快速的發展是引致不多不少 在2008年世界的金融危機 但現場全球化是靠智慧 有智慧就是全球化 在歷史裡人類的史裡 人與人的距離幾乎是沒有的 5G的可能是一秒 相距一秒就可以去到任何人 這個globalization不只是physical 是virtual的在cyber 所謂的globalization很小 全球完全是大家打成一片的 另外一個在technological change 那些technological change不只是disruptive 是pervasive的 以前在第一次工業革命 第二次工業革命 發明那些東西的用途很limited 發明即使用蒸汽機 都是推動機器的 你發現電話就電話 盤離西南就盤離西南 但今天的technological change ICT 即是今天一發現一件事 例如只要發現一個email 或者一個app 是會影響到所有我們生活中的東西 即現在我們不學電腦不行的 沒有電腦 你整個生活就沒有了 即是很pervasive 即是水銀卸地來影響 每一個technological change 我們不能避免的 以前可以避免的 我就不做這行 但現在不行的 每一個change 一定會影響到你的 即是每個人都要 respond 即是一個technological change 第三個很特別的 就是在這個新的 所謂的第三次工業革命 我們已經講第四次了 所謂Indust 4.0 現在我只是講3.0 3.0其實有個特別的地方 就是scope和scale的關係 但是自從這些3.0出現之後 即是數理化之後 scale不重要的 scale為什麼不重要呢 因為有了所謂的computer-aided design 和manufacturing 是電腦輔助的生產的時候 scale不重要的 我讀書的時候 汽車公司 起碼一年會出20萬架 你同一個model 如果你不出20萬架 你出的汽車一定 是not affordable to the people 但今天你可以訂一架車的成本 最多加你5% 即是今天一個電腦的年代 一個數碼化的年代 是可以有了individualization 即是不用scale 即是可以overcome 整個business model 由Ford那個model 去了什麼呢 其實是去了GE model 10億的data它掌握了之後 它可以做很多東西 在big data下面 它又有scale又有scope 所以今天可能就是騰訊 阿里巴巴 我們中國人的年代 或者Amazon的年代 要掌握一個scope和scale 所以technological change 確實影響了我們 過去20年 未來20年都受這個數碼化 和整個ICT的影響 將來的5G會影響很小 將來的所謂工業4.0 整個cyber和physical 是連在一起的 現在德國開始的工業4.0 可能將來已經沒有service 和manufacturing分別了 service就是manufacturing manufacturing就是service 因為已經打成一片 未來的世界是一個 很變化莫測的technological change 已經響了 第三個就是politics 上面講了technology 講了經濟 第三個一定要講政治 我們永遠都不可以離開政治 過去十年來講 地緣政治 geopolitics的轉變真的很快 這完全是中國的崛起 中國的崛起是好事 但也帶來很多煩惱 因為中國的崛起 就威脅到美國 作為世界霸主地位